103-110 广州南篮西败四川南篮 排名降至积分榜第9的位置 赛后 主教练郭世强 对于球员场上的表现非常不满 直言球队没有打出自己的节奏 球员在场上执行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阶段 广州南篮取得10胜3负的战绩 成为联赛最大的黑马球队之一 但是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球队表现越来越差 五战一胜四负 下一场比赛 广州南篮将会再次面对青岛南篮 郭世强复仇之战 大外援正式就位 青岛南篮第二阶段的状态 也是不温不火 上赛季比赛西败新疆南篮 大外援威尔斯的状态很差 全场时中二 三分四中一 只拿到九分五篮板 四助攻三抢段的数据 遇到高强度防守时 威姆斯进攻端的表现起伏不定 无法持续给球队带来帮助 从青岛南篮的阵容配置来看 球队取胜 还是依靠外援约翰逊和威尔斯的状态 这些球员都是难当重任 输给新疆南篮之后 青岛战绩来到七胜十一辅 排名积分榜第十二的位置 身后的吉林 新疆四川都有机会完成反超 如果青岛继续输球 就要跌出前十二名 广州南篮此前和青岛就有过一次交锋 广州100比117不敌青岛南篮 威尔斯轰下33分三篮板 六助攻二抢段的数据 带领全队五人得分上双 从数据上来看 青岛南篮能够打球的人更多 广州南篮方面 只有陈寅俊和梅森维持局面 两人合力砍下60分12篮板 12助攻的数据 从广州南篮最近的表现来看 球队的短板非常明显 内线厚度不够 仅仅依靠李延哲和郭凯难以维持局面 郭世强要想强势反击 必须要依靠内线强员利夫 据消息人士透露 利夫已经抵达长川赛区 完成注册之后就可以代表球队出战 利夫身高2米08 身体素质非常出色 进攻手段也是十分丰富 在场上能够给广州队拉开进攻空间 能够使得郭世强的战术体系更加灵活 广州南篮虽然整体阵容配置 不如青岛南篮 但是球员在场上打得更加卖力 特别是团队篮球打得十分出色 期待郭世强带队完成复仇 重振军心 直播提示 1月6日星期四 11点 CCTV5直播 接下 Präsid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